花蓮施工所爱心礼券从即日起开始发放 包括了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 一共有1208户受贿 而为了让收到礼券的市民朋友 了解如何的采购 20号的上午市长魏嘉贤 接同同仁 特别前往了家乐福量饭花蓮店 由店经理林婷生陪同一起来采买交战守则 20号上午市长魏嘉贤协同主任 秘书欧美华舌楼客长肖子伟及多位代表们 一同前往了家乐福量饭花蓮店进行采买交战 原本空无一物的推车 过没多久东西已经满到快要掉出来 而这些商品全部都能利用花蓮市所发放的爱心礼券 轻松买到 那过去我们花蓮市工所做的部分是年菜的部分 因为这几年社福团体很多的单位都已经在做年菜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需要关怀的关怀户 那以花蓮市来讲将近一千两百多位的关怀户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用不一样的形式 让需要的朋友们他去买能够要需要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用爱心礼券的方式 也今年跟加勒福来做相关的合作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要特别感谢一些捐赠的一个好朋友企业 那一起来共襄盛举 来把这件一百二十几万能够募集而成 因为礼券是让他们方便 想买什么吃什么都很方便 那也真的要谢谢我们社会爱心人士 这么的用心 那花蓮市市民代表会 我们会全力的支持我们市长 对于这项最末的爱心礼券的发放 那也希望说我们能在这个有利之宜 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 让他们有一个好年过 也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能够获得很顺遂 花蓮市公所爱心礼券从即日起开始发放 包括低收入户及总低收入户 这次总机会送出一百二十九万一千元的爱心礼券 共有一千两百零八户受贿 另外除了公所慈爱基金的爱心礼券之外 爱花连爱心文化基金会也额外捐赠的爱心礼券 要送给净品家庭 市长为嘉賢表示 除了烟酒不得购买之外 其余包括生活日用品 熟食及年菜都可以列入采买名单 而目前爱心礼券已经交由各里礼干事协助发放 希望能让更多人受到关怀以及照顾 记者 徐丽琴 新陈香报导